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收入好 這是中國太平保險 鳳凰全球連線 我是李科夫 韓國總統辦公室9號表示 總統隱旗月將於3月16號訪問日本 這是韓日首腦互訪 中斷12年以來 韓國總統首度訪日 在此之前 韓國是剛剛通過 極具爭議性的法案 試圖解決二戰期間 日起強徵韓國勞工賠償問題 尹熙悅期待日韓關係 開啟新的里程碑 但是韓國的反對派斥責 這是受害過韓國 向作惡國日本下跪投降 日本可沒說這是什麼里程碑 到時美國總統拜登 在大老遠拍手較好 稱協議是 美國兩個最親密盟友之間的 合作與夥伴關係的開創性新篇章 並計劃重塑美日韓新況架 強化針對朝鮮的核威懾 日韓之間的血海深仇 是否能夠從此一笑抿人仇 今晚的鳳凰群連線首爾現場 鳳凰衛視特派記者劉備 帶來最新消息 韓國是不是真的將自主擁和 這將為東北亞地區帶來什麼 北京現場中國社科院亞太與 全球戰略研究院周邊戰略研究室 主任王俊生 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習教授 劉江勇也將一起來分析 首先來看周嚴的自從報導 日韓之間最大的歷史懸案 強徵勞工爭端 餘波未平 近日異常活躍的韓國總統 尹錫悅又有了新動作 3月16號到17號 尹錫悅將在任後首訪日本 與日本首相岸田文學會晤 並獲日本高規格接待 9號 日韓兩國政府 同時對此一錘定音 要知道這是韓國總統 時隔4年訪日 如果撇開參加國際會議的訪問 上一次去日本的韓國總統 還是12年前 時任總統的李明博 春冷一聲響 驚醒了折服12年的 日韓領袖穿梭外交 在隱居和岸田文雄的強行改造下 兩國關係破土動工 重新修復 但此番圓滿 360度無死角 著實看著別扭 長期以來 強徵勞工賠償問題 一直是橫跟在兩國關係之間 最大的懶怒戶 日本非但沒有正式和反省 歷史問題 且反手就是一連串 對韓經濟報復 面對如此傲慢的加害者 隱形月大手一揮自將國格 要韓國自己掏錢陪自己 將就日恩怨意義勾銷 如此大度遭民眾痛斥 將屈辱刻在了韓國外交的地雲內 我得でき三個月子 非常有掏鳴 現在金修復 場是分開ank rate 所以我想張開幕 領著國內鼎沸的輿論 向日方頻頻拋出橄欖枝 隱西越的這場外交狂飆背後 更重要的還是取悅老大哥美國 日韓關係取得歷史性突破 美國總統拜登特見其成 將你國宴接待隱西越 韓美五年來最大規模 聯合野戰演習 也將於13號啟動 過去幾年 儘管美國有意搭臺穿落 但無論是已經去世的安倍晉三 還是早就辭職的菅義偉 以及現在的岸田文雄 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 那就是拒絕搭理韓國總統 但如今變幻莫測的形勢 不斷刷新認知 中國這兩個近邻的關係 正在裂變 或將消極影響整個東北亞局勢 沒有永遠的朋友 也沒有永遠的敵人 有的是永遠的利益 9號 朝鮮向半島西部海域 發射至少一枚短程導彈 彷彿是在刺耳地提醒韓國 不要在妥協中迷失自我 等把安全感建立在他人身上的時候 他們隨時都可以把你料到 日韓大和解 6月期能維持多久 美國東北亞聯盟是否已經成行 東北亞局勢將再掀起哪些波瀾 與狼共舞 我們看到日韓的和好 我想美國總統拜登 可不僅僅是樂見其成 應該是差不多喜劇而泣了 我們首先來連線 正在首爾的特別記者劉備 那麼劉備 我們知道韓國民眾的反日情緒 在東北亞國家也是首屈一指的 這是鑒於日本在韓國犯下的 嚴重的罪行 譬如有些民眾在看的時候 甚至把手指都切掉了 這個堪稱剛烈 確實只有在韓國才能見到 從一個側面能夠表現出 某些民眾對日本的抵觸情緒 那麼現在尹錫悅 突然之間和日本破冰 而且馬上就要出訪日本 你了解了點什麼消息 韓國民眾對此的看法呢 是的 這兩天在韓國國內 引起軒然大波的就是 尹錫悅他要大包大懶地去解決 這個日本強徵勞工的賠償問題 讓韓國方來支付這個賠償金 其實這個判決是2018年就已經判決了 但是這麼多年 日本方都堅持不付這個賠償金 所以問題也就沒有解決 那麼他試圖解決這個其實是從二戰期間 就延伸到現在的一個滯留的歷史疑慮問題 這是一個非常大膽 而且還會具有一定政治風險的一個動作 是否能夠達到他所期待的 就是日方對他做出一些積極的回應 甚至是一些回報的動作 將在這次的行程當中展露無遺 那麼韓國今天有民調顯示說 現在尹錫悅的施政差評率已經達到了58% 比之前上漲了3個百分點 而民眾給差評最大的原因 其實也就是對韓日關係改善方案 和有日本強制勞動的索賠方案的解決方式 是非常不滿的 高達6成的韓國民眾說不能夠接受尹錫悅 讓韓國自己來買單賠償 這樣的態度也是傷害了韓國人民的感情 所以如果這次日本政府和企業 被告的企業不能夠道歉的話 那麼尹錫悅這個形成的結果 其實是會相當的尷尬 不過在日本方面 首相岸田文雄在當選的時候 其實就曾經說過 希望改善因歷史問題而持續緊張的日韓關係 韓日兩國這樣之前您說到的 自從2011年以來就沒有過國事訪問 12年也沒有舉行過首腦級的聯合記者會 而日本是在韓國宣布第三方的賠償方案的3天之後 就邀請了尹錫悅訪日 顯示日本呢是也很有很有這個意象 去給他這個面子 推動兩國的關係正常化往前走 雙方呢預計會嘗試解決很多這些 多年懸而未竭的問題 比如說和日本對韓國的出口的限制啊 並且呢兩國的商界技術等一些領域的交流合作 可能也會制定一些計劃 但是這次訪問能不能夠達到 韓國民眾所期待的一個結果 一個效果 而日本能不能夠就是對韓國道歉呢 還有待觀察 好的 謝謝劉備 其實劉備剛才提到一個很有意思的點 是日本給了韓國面子 就是說尹錫悅向日本做出這麼大的讓步 其實是日本還要 是我給你們面子讓你們這麼做的 確實如此 我們看到在尹錫悅提出這個賠償方案之後 日本的反應其實很冷淡的 我們再有請在北京的王俊昇先生 剛才我們也提到 劉備也提到這個尹錫悅的施政的不滿意度 已經跌破了五成 低於六成的民眾 是贊同他這個賠償方案的做法 為什麼他要這麼做這麼草率的形勢 一意孤行的要去和日本進行這樣的一個 看似非常倉促的和好 客戶好 尹錫悅呢他看起來呢 這件事呢名之不可為而偏偏偏去做 原因在哪兒 我覺得原因在於啊 這個尹錫悅政府 尹錫悅總統本人 他判斷啊 現實的韓國利益 不能因為歷史問題 那麼無限期的萬物托 很難實現這樣一個國家利益 那麼這個國家利益是什麼呢 在他看來啊 這個與日本啊 這個改善關係 能夠實現兩個方面的利益 一個呢就是在經濟層面 確切地說呢就是在半導體出口方面 因為今年啊 應該說韓國在半導體出口方面 應該說效果並不太好 那麼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呢 就是原材料非常高 那麼在這個裡面呢 因為他認為啊 這個日本呢對韓國進行 相關的原材料進行出口管制 他覺得這個韓日關係 如果說改善之後 這個出口管制取消之後 那麼恐怕這方面呢 應該說會有收益比較大 那麼再一個呢 銀錫悦自上台之後啊 他又認為說 應對朝鮮所謂的威脅上 不能靠對話 對話解決不了問題 對話只能給朝鮮更多的事件 靠什麼呢 要靠施壓 那麼這個施壓呢 他認為呢 中國和俄羅斯都不會施壓 那麼這個施壓呢 只能依靠美國和日本 所以他要依靠日本 美國三方呢 對朝鮮進行施壓 所以呢 他認為啊 這個歷史問題必須呢 盡快解決 只有盡快解決 才能實現這兩個利益 但是實事求是講 這兩個利益能不能實現 都是未知數 能不能剛才 正如剛才咱們談到 來自日方的回報 是不是像他這個如期的這樣 是打個問號的 再一個呢 在解決朝鮮所謂的威脅問題上 日本的作用真的這麼大嗎 也是打一個問號的 所以剛才我覺得 咱們這個節目說得非常好 它實際上是一種狂賭 主持人 是 謝謝王林群先生 我們看到有些外國媒體的評論 比如說紐約時報 或者是包括美國一些媒體 都認為這一次是韓國人的付出 遠超了日本人的妥協 而日本只做出了最低限度的讓步 就得到了他們想要的東西 您怎麼看 其實在隱西越 拋出這個賠償方案之後 各方的反應 韓國當然是反對派 就表達了非常強烈不滿 認為這是一種屈辱 甚至是日本方面的反應 非常平淡 只是在隱西越 提出這個賠償方案 一小時之後 日本外相林芳正 發表了一個不痛不癢的聲明 也沒有提道歉兩個字 倒是美國總統拜登非常開心 大讚特讚 這個隱西越做得很棒 您的看法呢 科普好 我想從目前來看 各方的看法上來看 顯而易見 韓國國內的 當然爭議是比較大的 因為涉及到民族感情 民族感情是不是說 可以讓位於現實的國家利益 那麼從日方的角度 當然它的反應還是樂觀其成 因為從日方的角度 它沒有讓步 剛才說到最小的讓步 實際上日方沒有做任何的讓步 當然從美國的角度 我們都知道 美國歷屆政府實際上一直在推 日韓關係改善 一旦如此 它可以實現 美日通盟和美韓通盟 一加一大約二 也就是說兩個通盟實現對接 實現美日韓三邊的一個合作 而且這個合作 不僅僅體現在 民族安全層面 包括在外交上 當然也包括在經濟領域 所謂的經濟安全領域 因此從美方的角度 它當然它是最大的一個受益者 因此我想就是目前來看 這三方 恐怕目前來看 如果說從利益的角度來計算 恐怕還是銀錫月政府 它的這個失去 或者說它的這個 應該說這個不確定性更大一些 因此我想 這個也是為啥韓國對它的批評聲音很大 也就是說它把自己國家利益的實現 它不是寄託在自己身上 它是寄託在別人身上 所以這個事情還在發展 至於下一步怎麼走 還要拭目以待 好的 謝謝王先生 我們再來有請清華大學 劉江勇教授 劉教授好 所以它是很普遍的 就是覺得很踏實 解決問題這樣一種結果 韓國最近有民調顯示 是得了便宜 或者說是韓國做了讓步 日本沒有做什麼讓步 但是他們對韓國是不是很放心 也不放心 因為過去經常出現韓國政權變化以後 在相關的問題上就出現了不同的政策 反反覆覆 所以也很不踏實 不敢把手裡的牌都出光 所以是不是能滿足尹熙月期待 現在還要拭目以待 總之這個妥協方案 具體要落實是有一些 我認為未支出不確定因素 比如說那錢從哪來 誰捐那個錢 另外這些原告是不是答應 願不願意接受這樣一個結果 另外從法理上講 這個韓國的最高法院做了判決 那麼這個結果顯然是跟法律上的判決 似乎是有出入 它是一個政治性的解決方案 而且沒有得到韓國一致的擁護 看來會給尼西亞未來的 無論是執政的基礎 還是國民的聲望 以及最終能不能處理好 和日本的關係 看來還有很多的變數 謝謝 是 是 我們也知道韓國的憲法規定 總統如果沒記錯的話 只能幹一屆 對吧 如果說是現在答應了之後 那麼之後爛攤子是留給誰來收拾呢 也是非常的難以預測 確實如此 我們再有請一下劉江勇教授 我們知道強徵二戰勞工 只是日本軍國主義其中難輸的 這個罪行中的一樁 包括其他的慰安婦問題等等 而日韓方面的歷史優惡問題 真的能夠這麼容易地解決嗎 您能看嗎 我看不是很容易解決了 這是一個結構性的矛盾 因為除了這個強徵勞工問題以外呢 還有涉及到就是當年1910年 這個日本和韓國的關係 就是日本吞併了韓國 但是呢 有他們當時的合併的這個條約 這個是不是一個殖民統治 是不是非法的還是合法的 這個問題呢 在韓國來說和日本之間沒有完全解決 包括1965年 當時他們雖然是似乎達成了和解 但是對這個問題呢 性質並沒有確定 也是在美國冷戰政策的這個促使推動下 韓方呢做出了重大讓步 所以這個賠償的問題呢 基本是在那個時候就是一種 叫做這個請求權 韓方呢就放棄了 當然日本呢 也給了這個韓方 這個我記得 是5億 當時5億美元 其中3億呢 是用於那個經濟建設 就有些財閥財團呢 他們是把這個錢拿作以後 搞自己的企業 還有一部分呢 是這個用於呢 是補償給1945年以前去世的 就是一些勞工 那麼1945年以後呢 這些人就沒有得到 所以他們現在呢 就是這部分勞工呢 和他們的遺所在套公道 那麼從他們的角度來看呢 就是說你在1945年以前 實際上日本統治朝鮮半島 他們都是從某日一樣講 是殖民統治下的改名換姓是日本人 那你真正是光復之後呢 這個問題並沒有給我們解決呀 所以他們一直在討公道 那麼除了這個問題以外 就是還有呢 比如說像這個戰爭期間 這個日本這個在亞洲地區 有些這個強中 外安夫的問題 還有呢 就是他們之間啊 這個有關什麼這個 一些這個 島嶼的這個領土的這個歷史 或者說呢這個這個訴求不同 立場不同 還有呢就是他們之間啊 就是在比如說啊 這個日本馬上四月份 要向海排放這個核污水 日本叫處理水 那這個韓國呢 是97%的一些民眾 93%到97%的民眾呢 是對這個結果呢 表示擔憂的 可以說是英國當中是擔心最多的 所以他們之間的問題呢 但我認為呢還遠沒有解決 是 是個結構性的歷史遺留問題 謝謝劉教授 我們再來有請王俊順先生 我們知道 尹熙悅從剛開始上台 應該說他在上台前 就說明了自己是親美的 對吧 就美國就是我的盟友 這是顯然意見的 他之所以能夠這麼說 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 他認為是朝鮮一直進行 一系列導彈試射和核威懾 導致他必須這麼做 那麼現在這個結果 韓國和日本修好 是朝鮮要見到的嗎 是他預料到的後果嗎 可否好 我想從 我想從這個 尹熙悅政府的角度 咱們說的是親美派 但是實際上呢 他對日本的感覺更好 因為他父親呢 就是專門研究日本問題的 就實際上他對日本的感覺更好 而且這個裡面 恐怕還有一個很大的背景 就是說 尹熙悅政府啊 他上台之後 他把這個 韓國的這個國家定位啊 定為全球樞紐國家 要在世界上擔當一個領導地位 他認為這樣一個地位的實現 要和美西方國家改善關係 就是不僅是美國 還要和西方國家 這個西方國家 當然也包括北約 也包括日本 所以這個呢 恐怕是它的一個大方向 那麼這就涉及到 剛才咱們說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日本 就是朝鮮樂意 見到這樣一個局面嗎 當然我們無法去揣測 朝鮮到底是怎麼想的 但實際上 從去年一來 從朝方的舉措來看 你譬如說 在韓國大選期間 本來呢 對於朝韓關係改善 對朝方恐怕 更有利的是黎在明 按理說呢 為了支持黎在明當選 韓國 我們說當時國內的競爭 非常激烈 朝鮮呢 應該少試一些導彈 但是實際上 從去年來看 朝鮮呢 頻繁地試射導彈 實際上這個 客觀的一個結果呢 應該說是幫助 吟希悅 贏得了中中大選 所以我想啊 恐怕從朝方的角度 那麼美日韓對中俄朝 這樣一個局面 我們至少可以認為啊 恐怕不是特別壞的局面 當然這個局面 我想從地區相關國家 我們講從共同利益的角度 它的確不符合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因為能戰格局與陣營對抗 我想到最後不符合任何國家的利益 是的 好 謝謝王先生 這個安倍晉三 一面是這個地球裔的外交 沒有實現啊 看來現在韓國總統尹希悅 想形成一個地球裔的外交 把這個韓國這麼一個小國 變成一個外交大國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回來再來聊相關的話題 韓國向日本泡出橄欖枝 誰最開心啊 不是韓國也不是日本 是美國拜登大讚特讚 尹希悅做得好 我們來有請在首爾的特派記者劉備 我們知道4月26號 尹希悅將訪問美國 那麼在這之前 他做了這麼一個事情 等於是跟美國送了一個大禮 我們看到美國總統拜登啊 近日又提出來 要重塑這個美日韓的新框架 那麼這個新框架 新在什麼地方呢 是的 韓國方面尹希悅 他對於組建新的框架這個態度呢 據說是挺積極的 因為美韓下週一 就要開始又一次的大規模聯合軍演了 那麼昨天朝鮮呢 又第四次發射了導彈無力示威 緊接著呢 尹希悅其實今天早上 他出席了海軍的 士官學校畢業典禮 他表示說 實現朝鮮半島的和平 必須要有強大的國防力量 在做後盾 他還說呢 韓國政府要制定這個 韓美和規劃和執行的體系 在未來呢 繼續加強韓美的聯合軍演 和對朝的這個加強威懾力 所以這個已經很能夠說明他的態度 他會繼續的跟美國去合作 那其實美國和日本和韓國之間呢 很早就有分別的這樣的類似的框架討論 想要合作 延伸美國核武器 以及常規戰鬥力在這個區域的威脅 這次呢 他們是想搞一個合縱連橫 擴大為三國的框架 甚至呢 未來還想包括這個澳大利亞 變成一個四方的框架 加強對朝鮮的威和力度 比較受關注的是各方的這個 核戰鬥力相關的消息 和這個信息是否會進行共享 那麼我們今天呢 其實也訪問了韓國智囊團的學者 他也表示說 如果這個框架組成的話呢 美國在區域的核勢力又會擴大 那麼朝鮮方面可能也會加強 武力示威這樣的動作 所以未來這個這樣的一個框架 對朝鮮半島的局勢呢 甚至是對於中南關係 可能都會帶來一些變數 好 謝謝劉備 再有請北京的劉建勇就收 我們知道有一句玩笑話 叫中韓外交靠日本 當然這個話只是一個玩笑 但是我們知道 韓國是美國的盟友 但一直也是中國 可以爭取到的這個力量 那麼現在韓國主動向日本 走進或者是拋蓋爛枝 那麼對於中日韓關係 產生的這種微妙的影響 您的看法呢 實際上呢在東北亞地區 中日韓如果真的能夠和解 走向合作 那我認為呢 是這個地區各國人民的福音 但是實際上目前出現的這個情況 是有點怪異 就是說中日關係呢 由於這個種種原因 特別是去年底 就是日本剖出了新的國家安全戰略 把中國定位為呢 就是有史以來最大的戰略挑戰 同時呢 也是在國際上不斷地呢 去宣揚這個反對 所謂的以實力改變現狀 那麼在這個背景下呢 這個隱形突然的這個 就是從韓國原來的這個外交方向 可以說呢 來個180度的大轉彎 是吧 這個向日本迅速靠攏 馬上呢在本月16號17號 大概一十月就要訪問 這個日本 我想呢 那麼雙方呢 也會就這個解除 對韓國的原種一些制裁 就是半導體的這個 這個零部件的這個限制 出口限制 還有呢 就是雙方恢復 所謂這個軍事的情報的這個互換 那這樣的話呢 實際上都是美國期待的 就是說日韓進一步呢 恢復安全方面的合作 那麼還值得注意的就是說 你覺得它不僅是呢 和日本 實際上它也制定了這個 所謂的韓國版的精彩戰略 好 那麼會不會在台海問題上 在整個地區的安全框架上 那產業政府負負的影響 這些呢 還確實值得遇見 好 謝謝我們三位的精彩解讀 我想和平無價 對於東北亞特別如此 好 謝謝大家收看 今天的鳳凰軍連線 我是李克夫 晚安 我告訴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